吉隆坡昆城中学建校110年 第一次迎来看守首相兼国阵主席 纳杜斯利纳吉大驾光临 主持今天的新大楼开幕典礼 纳吉在致辞时还提到了 这届大使的王者之战 我们都知道 行动党在柔佛亚一带和霹雳安顺 都展开了王者之战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可是这个王者之战 在纳吉的眼中看来 是一种割喉战略 Cutthroat Strategy of the DAP to contest directly against MCA and Grakan National Leaders is a big mistake if the Chinese community were to believe what the DAP is saying 纳吉强调 行动党出此战略 是因为他们相信 这届大选会有马来海啸 但他挂保证说 经过他全国跑透透 绝对不会出现 所谓的马来海啸 如果行动党的王对王策略 真的奏效 受影响的将会是华社 纳吉也指出 华裔人口占23% 但是华裔国会议员 却只有6% 因此政府需要更多的华社代表 他也不忘提到 马华和民政党不辞劳苦 为华社请命 包括争取承认同考文凭 那些人的华社代表 受影响的 是一个专门的 法律人口华 是一部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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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法律人口华 基隆坡昆城中学董事长丹斯里李申静 在较早前致辞时 当着台下的纳吉请求说 学校战地六甲塞英姆 拥有五千多名学生 活动空间过于拥挤 因此希望纳吉批准一块 衔接校地的土地作为发展用途 纳吉之后校称 身为看守政府 他无法给予任何承诺 但如果大选获得不错的成绩 大选后他会大方地考虑 这一项请求 NTV7 红美玲采访报道